大家好,我是Alicia,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今個禮拜的移民消息有三段 第一段是10月26日 IRCC抽籤了Fedal Skill Worker 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和Provincial Nomad Program 即俗稱Express Entry 收了4750個幸運兒去申請PR 最低的CRS又下降了 計算上次抽籤的500分下降到496分 看到它一直下降 今年2022年就抽了35615個幸運兒可以申請PR 如果496也很高 如果我只有480、450 那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同步進行呢 其實有兩個方法 第一,如果你是讀書的 那你就去Ontario Ontario有個叫做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Program 如果你是讀Master或PhD 去指定的學校 Ontario的學校 讀完書出來就可以申請 安大略省的省提名計劃 Ontario Provincial Nomad 舉個例子 10月25日 Ontario抽了641個幸運兒去申請永久居民 經過這個Provincial Nomad Program Master degree抽了535個 PhD就106個 那條件就是 首先在省指定的大學 讀完Master或PhD 第二就是 過去兩年 有一年 即最少一年 就在Ontario那裏讀的 申請的時候 就有這個身份 譬如你是Visitor 或者是Postgraduate Word Permit 那詳細情況請你PM我們 第二 二個方法 如果你的CIS score 還不夠 496分 還是很低的 這個方法 又是通過 Nova Scotia Provincial Nomad 這個就是 他們嚴重缺乏的藍領 其實有兩個工作 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的話 可以立即 做了一年之後 可以申請 Provincial Nomad 這兩份工作 就是NORC National Occupation Code 3413 就是Nurse State 即是護士助理 護士助理 在省 平均每年 的人工 都有3萬5千個 價幣 第二個就是 那些 事應 Waiting Staff 餐廳 餐飲業 NORC 就是6513 平均年薪 都有2萬7千個 你想知道 多些情況 關於 Ontario Provincial Nomad 或者Nova Scotia 的尋公 找這兩個工作 請你PM我們 我們會幫你的 謝謝 拜拜